日本士兵随身会带三个子弹核 两个30发 一个60发 总共是120发 一个合格的鬼子兵 一分钟打出发子弹 也就是说 如果放开了打 鬼子手上的弹药 顶多半个小时就会打光 而在抗战时期 八路军多数伏击战 在半个小时之内是无法结束的 也就是说 除了那几个 一开始就被干掉的倒霉鬼子 其他鬼子站死时 身上顶多还剩10到20发子弹 为了这实际发子弹 火军战士 肯定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八路军的军火来源 只有一小部分 是从鬼子那角过的 还有一部分 是自己的命力军工厂生产的 比如说汉阳造部箱 边区造水炭的 还有一大部分子弹 上一次枪风来的 就是打了账户 发子弹壳收集起来 重新装上火药 稍微枪风下使用 但其余发生事故 而且精准度 威力都要差很多 但即便这样 八路军的子弹 还是非常简线 抗战期间 八路军平均美人子弹 数量不足五方 葡萄鬼子等十分之一 由此可以想象 我们的先辈们 打的有